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我叫阿凡,是你们的电脑播讲员。 今天,我们会承接上一集的内容,继续为大家介绍新马斯增长歌的生平。 新马斯增层于1936年,加入中国国民党。1977年,取得剑桥大学,及牛津大学名誉艺术博士。1978年,获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,颁赠原座勋章,MBE。 1979年,获中华民国桥务委员会颁赠,海孙奖章,及中国国民党颁赠,华下一等奖章。 新马斯增在1997年,1月3日,因为肢器管炎,肺脊痰,及心脏病入住家诺杀医院,留院109天,至4月21日,晚上8时30分病逝,中年80岁,遗体下葬于,将军奥华人永远墳墙。 新马斯增逝世后,名下遗产包括,1961年买入之永祥大厦,西贡四万尺土地,及楚留香酒楼,引起遗伤与子女之间,漫长的墩加增产事件。 以下,是新马斯增的著名曲目,我们会逐一读出。 新马斯增月剧作品列表,1.万恶淫为首,2.光碎王夜祭真妃,3.我身尝胆,4.周如归天,5.客途秋恨,6.奉足消残泪未干,7.狐不归,8.孝感动天,9.白蛇转,10.风流天子。 各位关于长歌的生平事迹,和他唱过的曲目,我们今集就讲到这里。 在下一集,我们会继续讲述长歌的生平。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,不要错过啊。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条片,就请大家给个like我们,和分享给你的朋友。 同时,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这个阿N与阿Lan频道, 同时,记得按下个铃铛,那我们每次出片,YouTube都会自动即时通知你们。 好,拜拜,我们下一条片见。